春秋战国时期 秦国为合并六国完成统一大业 以蜀郡四川成都 作为粮仓及驻军营地 并于西元前256年 由蜀郡配首 礼平父子新建独江宴 一直运作至今 已超过2000年历史 独江宴位于明江 明江流经四川盆地西部 长1279公里 流域面积约133000平方公里 河口平均流量约每秒2840立方公尺 是长江上游左岸流量最大的支流 年近流量相当于黄河的一倍半 明江上游平均海拔3000至4500公尺 水量丰沛 成都随有明江 微微直接穿过成都平原 成都距离明江58公里 成都平原的粮食运送不易 由于明江水量非常丰沛 涨潮时下游就泛滥沉灾 明江沿岸很容易出现洪水 但成都平原有座玉垒山将明江挡住 江水到达不了成都 成都平原出现干旱 不利粮食灾重 礼平父子利用成都西高冬低的地势 开凿运壳将明江水引入成都 解决明江沿岸水患 及成都平原干旱及运输问题 乌江燕的主体结构 分为宝瓶口 鱼嘴及飞沙燕 离平父子在玉垒山 凿开一个宽20米 深40米的洞口 让水流往成都方向 玉垒山很结实 若已搞开凿 约徐30年 其利用热胀冷缩原理 在坚硬的岩石上挖出沟槽之后 用火猛烧山石直到实体通红 紧接着再用冰冷的江水 浇在岩石上 利用冷热极致的对冲 让实体自行炸裂再行开凿 前后花费8年完成宝瓶口 鱼嘴决定内外浆的分流比例 是整个都江燕工程的关键 在鱼嘴上游东岸 还有一座1950公尺长的板杖堤 将洪水与泥沙逼向外浆 并产生护岸的作用 鱼嘴的作用是分水 鱼嘴堤坝在中间 向下延伸由石头及竹子堆叠而成金刚蹄 另外在后方再建一座人字蹄 鱼嘴江明江分为内浆及外浆 内浆的水流向成都 明江的水可以从内浆 经由一个矮雁流到主干的江道 这个矮雁称为非沙雁 其基本原理就是明江水 被鱼嘴分为外浆及内浆后 内浆的水 一部分自非沙雁重新流回外浆 另一部分流向成都 供给城市用水 都江雁是一个无霸饮水工程 其结构看似不复杂 实际上它蕴藏着很深的道理 包括如何就地取材 因地制宜 达到分水、控制水量、排沙及碎旧的目的 这些都需要过人的智慧 明江有枯水及风水期 如何使成都不缺水且污水患 除了分水之外 还要控制水量 首先用鱼嘴江明江分为内浆及外浆 并利用两侧江河的结构控制水量 内浆比较深、比较窄 外浆比较浆、比较宽 外浆比较浆、比较宽 枯水其实大部分的水流向内浆 内外浆水量比为6比4 使成都不会干旱 风水其实由于外浆比较宽阔 节面积大 内外浆水量比为4比6 让成都没有水患 这就是所谓分4-6 平辽汉 除利用内外浆结构外 当明江水量较少时 古时会在外浆的浆面放置若干做蜡茶 拦截外浆的水流 增加内浆的水量 在明江水位上涨后 再砍去蜡茶 使水流恢复正常 古时所称之蜡茶 是以原木为骨架 外部覆盖竹席 内部灌注泥沙的节流物体 1974年 在外浆口建造永久性水渣 取代蜡茶 另一个控制水量的方法 是宝瓶口 宝瓶口是在两山间的祸口 因为祸口比较小 其本身就有水量控制的特点 非沙燕位于宝瓶口旁 水少时 明江水由内浆通过祸口进入成都 若水面高过非沙燕 多余的水 就会从非沙燕溢流回到外浆 即可控制总体净水量 明江有许多沙石 在排沙方面 应用一些物理学原理 以排沙的基本物理学观点 在一个弯水道里 表层水会走凹岸 而膝带泥沙的底层水会走涂岸 因此 明江水夹带沙石 由上游向下流 其中约80%的沙石 经由突岸的外浆排走 另外20%的沙石流向内浆 其中约15%的沙石将流向突岸 越过非沙燕回到外浆 剩下5%的沙石 则可能从宝瓶口流往成都方向 或淤积在宝瓶口附近 为维持渡江燕持续运作 在每年枯水期时进行碎修 此籍老祖宗们所称 深掏滩 低作燕 深掏滩的意思 就是清理时 把泥沙淤积的地方 掏深一点 此外 非沙燕不能跌太高 如果太高 水将过不去 洪水就会流向成都 此举就是低作燕 这持续的碎修 渡江燕才能运作至今 1950年后 雨嘴、宝瓶口 所有分水堤、倒水堤及渠岩 都以混凝土进行加固及保护 下游灌溉渠系 也进行系统整修 渡江燕近代最大的变化是 原有的自流分水系统 逐渐被人工控制的水渣系统所取代 目前渡江燕已成为著名的观光景点 周边知名的古迹 包括二王庙、福隆罐及安兰桥等 渡江燕为世界文化遗产 于2000年以当今世界年代久远 唯一流层以无霸饮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 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渡江燕持续运作至今超过2000年 目前成都的用水仍来自渡江燕 而其所灌溉的成都平原 则已成为享誉全球的天府之国 中期见 澳江燕持续运作至今卧下 周边 中期见